雲南名人縣外普拉村 是一個古路而封閉的移族村落 近幾年以靠特色旅遊 帶動經濟發展 令到村民脫貧自負 外普拉村在移雨中的意思 是建在石板上的村 無法搬遷又難以留下 似乎是一個無解的群局 不做改變 完整保存 外普拉村找到突破困局的方法 透過挖掘古村落文化 對原有民居做特色化改造 以及開發自然景點 比有幾百年歷史的外普拉村 面貌換言一身 在2017年被列入聯合國 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示範圈 去年用烤煙房改造的民宿示範小園 吸引了不少遊客到房 游客的到來令到更多村民 準備改造自家庭園經營民宿 因此外普拉村發展芒果 版律和蔬菜等的特色種植 又成立民間藝術隊刺繡協會 還恢復火把節、摩魚節等的節慶活動 以旅遊帶動發展 在村民脫貧致富的同事 亦都比古村落得到更好的保護 無線電視的第一例在三不倒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